大家好,这里是南昧厨房 大肠好吃有嚼劲 可是大肠的腥臭味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清洗猪大肠 不加碱不加醋就能洗得干干净净 再无腥臭味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买来的大肠放入盆中 然后加入两勺面粉 一勺食盐 下手用力的揉搓 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可以吸附大肠里面的粘液和杂质 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了腥臭味 而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进一步的保证大肠洗得更加干净 揉搓的时候尽量多抓一会儿 现在就可以看到上面的粘液都被面粉给吸附下来 当然这个味道也是非常酸爽的 想要吃到美味的大肠 必须要经过清洗这一步 好了 现在抓洗已经有一分钟了 然后把大肠上面的面粉给冲洗干净 第一遍加的面粉 把粘液冲洗干净以后 再加入一勺面粉 继续给它抓揉 用面粉来抓洗大肠 抓两遍基本上大肠的内侧就会非常的干净了 大肠内侧这一面是直接接触粘便的 所以我们要清洗两遍 进一步的保证能够更加干净 无腥味 现在可以看到 第二遍明显比第一遍的粘液要少一些 说明大肠上面的粘液已经变得很少了 这样一来腥臭味就会减少很多 然后再用水给它冲洗干净 像这样大肠的内侧就洗干净了 现在我们把大肠的外侧翻过来 先用手这样翻出一小截 再借用水的冲力把大肠翻过来 这样子用水来冲大肠 就很容易把大肠给翻过来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大肠的外侧 外侧里面有一层肥油 肥油上面还粘了一些脏东西 我们把肥油给它撕下来一部分 喜欢重口味的朋友 也可以把这层肥油保留 好了 现在肥油大部分已经被撕掉了 再来清洗一下大肠的外侧 加入两勺面粉 一勺食盐 下手给它抓揉一会儿 刚才大家也可以看到 肥油的表面有一点脏东西 面粉也可以把这些脏东西给吸附出来 抓洗一分钟左右 再用水给大肠冲洗干净 把面粉洗干净以后 加入一勺食盐 再把大肠抓洗一下 因为肥油上面有少许的面粉颗粒粘着 用食盐就可以轻松的把面粉颗粒去除掉 再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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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赶洗干净了 再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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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水 开始 儿子 轻轻松 再用水 找水 所有 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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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